作曲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 成 人火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干八了 古今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冰天里的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清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 无万人 无万人 还请 выб錦 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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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父皇 突围的兵有门退回来了 看样子是大败而归呀 看样子是大败而归呀 父皇 突围的兵有门退回来了 败就败了吧 早在我意料之中啊 接下来怎么办 三天后 从靖江口突围 父皇 靖江口明摆着有重兵把守 如果还从那里突围 岂不是送死吧 没人死 还有人活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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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战长啊 坐坐坐 长玉春 已经把淘宝者 全都给砍了 里面确实没有陈有亮 不过呀 咱在京江口 已经加了重兵 防止下一回呀 尚伟 我们离开京陵 已经有两个月了 将士们都有些按耐不住 想尽快消灭陈有亮 再等等吧 陈有亮就快断粮了 熟透的果子 它自个儿会从树上掉下来的 也好 也好 尚伟 您是不是借日假 敲打了刘伯温呢 那是他自己多心了 怎么样 你也多心了 没有 在下去请刘伯温的时候 他正在交同府下棋 寂寞呀 寂寞 你 文人哪 动不动就寂寞 咱咋就不寂寞呀 这样 赶明儿 给他送两根鱼干去 没事儿你陪着他钓鱼 在下的意思是 博阳湖这里大局已定 而金陵城那儿 不是该咱下多少事了 光靠洪文雍顶着 时间长了 怕是不行啊 要么刘伯温先回金陵 要么在下先回金陵 不成 你们俩都得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 就好了 咱离不开你们呀 谁寂寞谁钓鱼去嘛 善长啊 你跟刘伯温之间是不是有一些 激起歪歪的不大痛快呀 没有 绝对没有 伯温兄才华横溢 见识超群 善长与伯温相处 可谓一时意有 颇有熟益 刘伯温虽然才华横溢 但是他长于言短于行 要让他谈骨论金嘛 那他是把好手 咱听了都十分担劲 但是要让他治国治民 安排策略 那他就远不及你理向国了 谢上位 善长啊 咱正想为你一众人 请上位施下 打败陈永亮以后 咱们的地面会扩大许多 光湖汉一带 咱们就会新增三个省 还有那些州府啊 十二州 二十三府 九十六个省 新增百姓嘛 约八百二成一万 各类水田山地 约两百五十多万青 咱早就说过 离不开你啊 善长 祝你立刻制定 未来的治汉攻略 打败陈永亮以后 怎样安民 怎样府政 还有支州支府支县 各级官员的调配与选择 给咱拟出个名单来 上位啊 如此重任 擅长担心 承担不起啊 你承担得起 你有多大能耐 咱心里有数 再说了 咱可以派刘波温 助你一笔之力吗 擅长领命 好像刘邦说过 遇人之乐 其乐无穷 虽然 咱与汉刘邦相隔千年 怎么就跟哥俩似的呢 陛下 末将已经总之过四次突围 损伤惨重 请陛下明示末将 还得坚持多少天 放肆 十天吧 我把实情告诉你们吧 就在首次突围那天 已经有两名信使破围而出了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把我的信函 交到了张世成的手里 我 我又实诚地把握 张世成看了我的信后 一定会火速出兵攻打精灵 朱元璇 朱元璇的老巢被吸 首尾难顾 更具尽尸 他还能待得住吗 所以十天后 就是我们杀出重围 龙出身天的日子 陛下 看实际上 他早就死了 只要陛下率三十万大军北上 精灵弹指可破 到那时候 整个东南半壁 就全归陛下了 那中原呢 归谁 江汉与两湖乃我皇存真根据 还请陛下预照应 但我皇说了 从此大汉将闭关锁国 永不与陛下征询 陈有亮现在在哪呢 汉江的中原陪都 金城焚水 哦 他不在那个湖心岛上了 哎呀 恭喜恭喜 啊 我皇 我皇早已破位而出 进而横扫无君 凯旋于焚水城下了 江湖上 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先下去 待会儿听宣 陈有亮都到这地步了 还倒立不投降 还在欺骗本王 去 把晚宴准备好 是大王 哈哈 有消息说 陀陀又要南征了 大军已过了济南 金陵啊肯定是他第一个目标 朱元璋 朱元璋得训后啊 必然挥石金陵 朱元璋得训后啊 必然挥石金陵 师兄啊 记者 智者 以静智动 后发智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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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哦 啊 你怎么来了你啊 哎 哎 哎 瞧瞧瞧 dessa Farm 啊 脏 啊 увати 啊 也 你 相 别 还不带护卫啊 我 我带的银领 还带了 还带了刀 这 这 这得个屁用啊这个 你遇到贼人非给你剐了不可 他们又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 再说了 我有没有换到强贼 那是你预期好 说 到这儿干啥来了 我想 王妈妈 我还想参战 好 真不愧惹咱儿啊 疯啊 下回不许老 就是回 下回再不老 王子嘛 就要王子的模样 就得守规矩 犯了规矩就得惩罚 知道了 二胡 来 你带他这个洗洗涮涮 给他吃饭 换衣服 完了以后再打他十个大板 啊 父王 吃饭就行了 打板就免了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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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了 快去 快去 父王 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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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这是真疯了 像在小时候 大帅 属下参见大帅 你们是 刘大帅 我俩是应天府 魏水营 副千统 四王子走前留下一张条子 说要来帮父王打仗 夫人看后急坏了 胡大人急令我等帅人搜寻 说找到后不必带回 暗中 保护他到颇阳湖 我说这小子怎么那么顺畅呢 胡文庸这事 办得得体 这是胡文庸胡大人的信函 承报帅府禁忌办理的大象事务 请大帅审阅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把这封信交给李山长 然后一会儿把刘伯温刘先生给我请过来 是 父王 父王 打完了 同坐了 父王 父王 打完了 同坐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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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有点不大合适啊 这末将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衣服了 你就先凑合吧 爹呀 使你年前刚入伍的时候 也穿过不合适的衣服 一会儿呢 我就把刘先生给请来 以后呢 你就每天跟着这刘伯温刘先生 日讲授课 啊 父王 我是来骑汉驱马的 我要上战了 参 参啥战啊 你这小娃娃家 先上学堂 后上战场 你什么时候上过学堂啊 你不是说过 战场就是最好的学堂吗 笑啥 你说 你想咋样啊 你说 你想咋样啊 嗯 那就给你听汉驱马吧 成 那咱就送给你一匹汉驱宝马 待会儿呢 咱就把你领到长树那儿去 以后你就跟着他啊 说好了啊 在那儿一定要守规矩 你要是不是规矩的话 那就不是挨板子了 那得斩 嗯 知道了 我是谁 我还能不知道吗 好 走 胡文雍遣人来报 胡文雍遣人来报 说龙平府方面 张世成被陈有亮的败讯客给吓坏 他不但没有胆量进兵精灵 而且还派人带着什么牛羊米面 犒劳我们的太湖守军去了 这是为啥呀 他想跟咱结盟 共同驱除抱怨 夺取天下 真是聪明 先是想着办法地攻杀你 看看杀不动了 再赶紧和你结拜为兄弟 胡文雍还得报 袁廷突然罢免了妥妥 给他治了一个什么 独职败战之罪 已经把他押送到大都 带斩去了 哎呀 好事 这下咱可就放心了 应天府南北两方面的威胁 全都解除了 咱就可以一门心思地对付陈有亮 嗯 嗯 嗯 不心倒 这两天有什么动静没有 乖得很啊 这也不突围也不反攻了 每天半夜就看见几条破船 下湖捕鱼摸蟹 哎 这陈有亮是不是想干回老本孩 做他的渔夫啊 啊 哈哈哈哈 不可大意啊 事情总是这样 越是没有动静 越可能会出现大的动静 哎 咱那个地儿 在那儿 没太麻烦吧 嗯 嗯 大哥信任咱 把王子送到咱那儿 是对咱的厚爱 嗯 如果大哥提雪下情 还是把他招到自己身边吧 啊 啊 为啥啊 啊 看不住啊 这成天骑着汉血马东奔西跑的 我得派一百个军事跟着他 好好好 赶名 咱们派人把他给绑回来啊 多谢大哥 多谢大哥 五日之内 各部要做好所有的进攻准备 徐达 你负责步兵 探河 你负责水师 遵命 遵命 嗯 没啥事 就都先散了吧 我问啊 大帅 刚才我提到驼驼 你好像不大开心呢 是啊 大帅 在整个园厅里 我最佩服的就是托托 如今他落到这个下场 我真的为他伤感 那只怪他生错了时候 要生在成吉思汉的年代 他肯定是一位大英雄 大帅说得好 真好 不信道方向 这几日总有浮石顺风飘来 徐达叫人抛开浮石的肚子 发现肠胃中没有一粒米 只有几条没有化尽的颅根 这说明汉军断粮 最少半个月了 看来该到动手的时候了 尚未 在下有个建议 能否不动兜兵 给胡心岛送去一支招降书 说服陈有亮 扶手归降 咱太了解他了 他不会归降的 既是陈有亮不降 官兵们知道后 也会军心动扰的 也好 那就劳藩先生写一封吧 别别别 这栋书信刘伯温最为擅长 他既能写得温情默默 同时又刁钻刻读 好 那咱请他 这栋书信 刘伯温最为擅长 这栋梁 我会说 他都聚不可 我长得 有什么 是 我都说 是 我 是 大帅啊 在下不敬 在下只是看上去相敬 这下棋嘛 就得有平常心啊 大帅 大帅 伯温啊 擅长建议招降陈友谅 你写封招降书吧 大帅 陈友谅断不回响 咱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擅长说的也有道理 即使他不想 如果他的部下知道了 也定能大乱军心 大帅 如果定要招降陈友谅的话 后天是个好日子 怎么着 后天是陈友谅五十生辰 这可是人生整寿 大帅可以送得一份大力 我说你这个刘伯温哪 你怎么知道陈友谅的生辰呢 有一天 在下看见帅夫人冒雨出去 在下边问她干什么 帅夫人告诉我 今天是大帅义子陈强老母庭的生辰 陈强在守城呢 我得去给她喝寿 在下听着十分感动 原来 大帅所有的结义兄弟 包括义子 义侄 将帅们的生辰 还有那些老母亲的生辰 夫人全都记在了阴里 真的 这些琐事 大帅自然是顾不上 夫人都在默默地坐着 只要到了日子 他便提着寿里去看望他们 有时手头窘破 仅仅是一件衣裳 半袋粮食 他也送 虽然东西少了点 却激起了那些父母老人的感激之心 朕有此事 大帅 您的这些一子一直 将帅们之所以忠心耿耿地跟着您 并不全是因为您的威望和权势 他们觉得您仁义 您慈祥 这份仁义和慈祥是谁带来的 是夫人 在下一位 有这样一位夫人 足顶三十万大军 指望 这份仁义 是 这份仁义 是 这份仁义 在下 由这份仁义 还要改叨 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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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回去禀告朱远章 在下感谢他的寿礼和贺涵 切荣在下稍作收拾 三天后 也就是十月初六吧 在下会带着所有的兵马 战船气血 归降吾王 大帅找我 不能来的 来来来 我请你吃早饭 二胡 给先生上饭 大帅 有请吃早饭的规矩吗 咱请你吃的是饭 不是请你吃规矩 那是 那是 咱们吃饭 怎么 不饿 见着这么大的膜 谁敢不饿呀 刘伯奔 你这嘴可真叫刁 跟你说 陈有亮可回信了 说三天之后率部归降 也就是十月初六 还说要把自己给绑起来 跟咱赴京请罪 先生 您这降书写得好啊 把陈有亮的胆子都给写破了 咱乐得小半宿都没睡着觉啊 大帅 陈有亮有赴京请罪的传统啊 五年前 他就是把自己绑起来 跪在了徐首辉的面前 其结果呢 徐老大掉了脑袋 你说他这是诈想 断然如此 刚才大帅说 陈有亮何时归降 十月初六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天 陈有亮以归降为名 举兵突围 先生 跟咱想的是一模一样啊 你甭说哈 这个陈有亮啊 还真有点像咱 宁死不详 大帅是陈有亮的知心人吗 嗯 那先生你会认为 陈有亮从哪儿突围啊 难护嘴 为什么 大帅 陈有亮从靖江口 已经突围了三次次了 四次失败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从哪儿攻呢 只有一个解释 阳功又敌 就是把大帅的重兵 都引到靖江口去 然后从南湖嘴突围 陈伯文 这事吧 咱想了 小半宿才能想明白 你怎么一就到破了呢 你可太厉害了 你 我又说老嘴了 既然大帅想了小半宿 我怎么应该想大半宿 你呀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吃饭 今天是十月初五 明天才是十月初六 但是 我们必须提前一天 举兵图委 杀朱元璋一个 错不及防 现在胡对冠 只是一群骄兵 朱元璋 正等着受降呢 他正幻想着 他的帝王大爷 但是 他万万想不到 我陈有亮 非但不想 还要龙出生天 综合四海 兄弟们 如果你们一生中 只有一天 最为荣耀的话 那么就是尽点 跟着我 神一死战 杀朱重闻 军彬的大公围 军彬的大公围 请陛王施下 那些个俘虏怎么处置 统统烧死 碧儿 我射中了 我射中了 父王你看我射中了 我射中了 故意毁坏军中公务 找打的吗 不过 看你射中了 将功折罪 这顿板子免了 那你魔术的那批寒雪马呢 归你了 你们都好好地看看 仔细地闻闻 陈有亮这头野兽 正在烧咱们被俘的兄弟们呢 无论是汉军还是吴军 大伙都是人 都是苦出身 都曾经是义军兄弟 可如今呢 天下大乱 人心沦丧 战争 已经把人逼成野兽了 你们自个儿说 咱 应该把你们给怎么办 杀 咱那 放你们回去 立刻放 全都放回去 不光把你们放回去 还要让你们吃饱了喝足了 打着饱隔着肚回到那边去 习打 在 去拿些酒肉面膜来 让这些兄弟们吃饱喝足了 遵命 你们回去给咱稍微换 就说那边只有陈有亮 是咱们回去给咱稍微换 是咱们的死敌 其他的人 都是咱朱元璋的兄弟 咱这儿有的是酒肉面膜 等着你们回来吃的 欢迎你们来归 怎么样 精彩之质啊 大帅 在下原本以为大帅能够饶过那些战友 没想到大帅竟然把他们全部放还了 更没想到的是 大帅竟然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 打着宝阁离去 只要他们回去一嚷嚷 陈有亮必定是军心打乱 佩服 在下佩服死了 真的 真真切切 但是咱咋听着 像凤城呢 大帅啊 不是凤城 断然不是啊 不是就好 其实啊 咱是最爱听先生的凤城话的 好听啊 但是这种话听多了 骨头会酥的 不对 大帅 怎么不对了 咱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到底是哪儿不对劲 死活也想不起来 刚才突然想明白了 陈有亮现在已然举兵 他要冲出去 大帅 赶紧增兵南湖嘴呀 陈有亮既不会去京江口 也不会去南湖嘴 他是冲咱来的 他要跟咱拼命 大帅 您怎么知道的 咱要是身处这种绝境 咱也会跟他一样干 咱绝不逃命 咱也会拼命 你看 陈有亮在京江口装身弄鬼的 为什么 就是为了引起咱们的注意 误导咱们 因为他会从南湖嘴突围 当咱把军律全都布置好以后 他却哪儿都不去 他直接冲咱来了 要跟咱朱元璋拼命 这件事 那天晚上 我醒了半宿 终于是想透了 可就是没有想到 他会提前举兵 走 快 这位大帅啊 嗅觉之民 心智之奇 真是古今罕见哪 将来他要是做了君王 真令人心寒哪 杰篮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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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迟 十连龙王庙 那是朱元璋 那是朱元璋大营啊 知道 我不但知道那是他的大营 我还能断定 龙王庙 就是朱元璋的帅府 您 您不是说过 我们要从南湖嘴突围吗 为此 您还把朱元璋的兵马 都骗到静江口去了 你不了解 朱元璋 那 我的幼敌之计 朱元璋肯定能探 所以 他不但会在静江口布下军力 而且会在南湖嘴布下重兵 一方不测 但他万万想不到 南湖嘴 也是我的幼敌之计啊 当他的两只拳头 统统生出去以后 熊堂就敞开了 现在朱元璋的大力 是一片空虚 我们正好 一箭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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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前锋发现一条敌船 陛下 是朱元璋的帅船 是朱元璋的 不损 阿刘 这是朱元璋的铁帅 你留在这儿 好汉们 跟我冲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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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是 朋友 一年一岁 手拿着手 将近 又一个 相信 消息一緣 人生無常 一起走 人生無常 一起走愛恨 看千古江山 心總與我 曹光的城鸟多少 日休日 馬蹄下他 雖晚家長 天下燕瀟 水平說不過 看千古江山 來去春秋 天下燕瀟 水平說不過 看千古江山 來去春秋 天下燕瀟 心陽想再揮手 一去童謠 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